中国拳王熊朝中挑战世界拳王系列赛 迎来巅峰之战 熊朝中对阵强悍对手 墨西哥拳王哈维尔·马丁内斯 谁赢 谁就将夺得WBC民意清亮级 世界拳王金腰带 成为万众瞩目的世界拳王 熊朝中今年29岁 来自中国云南文山 苗族身高1米55 体重47公斤 2006年开始职业拳击生涯 职业战绩 24场比赛 19胜4负1平 其中11次KO对手获胜 他是世界拳击理事会WBC 国际拳击联合会 IBF双料亚洲拳王 是世界职业排名最高的中国拳手 巴斯卫免WBC亚洲轻语量级金腰带 熊朝中是中国第一位世界拳王 银腰带得主 也是中国大陆 唯一挑战过世界职业拳王的拳手 他出拳凶狠 体力充沛 擅长中进具击打 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绰号小泰森 今天他将在家乡云南主场 向世界拳王贵官 发起冲击 我是熊朝中 世界拳王贵官 但是谁有我呢 熊朝中今天的对手是墨西哥拳王 哈维尔 马丁内斯 今年27岁 身高1米60 体重自17公斤 2007年进入职业拳坛 职业战绩 18场比赛 13胜 三负 二贫 其中6场KO对手 马丁内斯目前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期 在今年4月争夺WBC洲际拳王银腰带的比赛中 曾三次KO对手 进攻异常强悍 外号魔鬼 本次比赛 马丁内斯提前一周到坑林高原进行备战 显示出极强的信心 WBC迷你轻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争发赛 精彩开战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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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拳王金腰带 小战世界拳王金腰带系列载的 WBC 迷你轻量级的拳王金腰带争发赛 你现在看到出场的是 来自 莫西哥的拳王 哈维尔马丁内斯 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 也是期待已久的一场比赛 墨西哥选手 马丁内斯 来自于墨西哥城 下面是 来自中国云南的拳王 WBC 轻与量级 云腰带的获得者 熊超中 共参加过24场比赛 战绩19胜 四费一平 11场最后最终 这也是我们云南卫视 从今年初开始策划举办的 中国拳王熊超中 征战世界拳王系列赛的 最后一场比赛 也就是熊超中与马丁内斯 争夺WBC 迷你轻量级的世界拳王金腰带 如果中国拳王熊超中 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 就很可能成为 中国的第一个 世界职业拳王级的冠军 一米五五的小伙子 来自中国云南的文山 一个贫困的山村 从小在这种贫困和山区生活 在煤矿里靠拉煤 贴补家用 维持生活 为了自己的生活和梦想 走上了职业拳台 经过了六五年的征战和训练 目前成为世界职业拳赛 中国拳手排名最高的现役拳王 曾经八次未免了WBC 洲际清雨量的金腰带 目前在世界四大拳击组织当中 是WBC排名第五位 WBA排名第十 在WBO排名在第八 IBF排名第十四 我们究竟谁能够 在今天的拳台上一决高下 拿到这套金腰带 值得期待 我们中国拳手熊超中 如果能够获得的话 那当然创造中国的拳击跟历史 也将载入这个世界全体史册 下面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下面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自中国云南文山的小伙子熊超中 在六年的征战和训练当中 为了生活和梦想 达到了今天一路走来 他的经历是我们所有年轻人的榜样 也是一个中国立志拳王的轨迹 作为一个职业拳手 熊超中30岁的年纪也不算太小了 那么在之前的战绩当中 他的击倒率是57.8% 是一个以斗志勇猛 体力充沛 力量凶狠的一个拳手著称 那么在他19场的比赛当中 是有11场击倒对手获胜的 当熊超中用他50公斤的体重 在矿坑里拉着500公斤的煤 往外走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来展示自己的力量 来展示中国人的志气 确实 好观众朋友下面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占优势 他的身高只有1米55 而马尼尼斯呢 是1米60 非常漂亮 双方在之前 也都彼此观看过对手的训练和比赛 那么熊超中在一个月之前 我多次去观看他的训练 那么在旁边呢 一直在播放着马尼尼斯的几次比赛 所以是边看边练习 那么同时呢 他的经纪人教练刘刚呢 著名的全球推广人刘刚呢 也专门安排了一个 在身高体型体重和打法上 和马尼尼斯非常相似的选手 作为他的陪练 对对对 漂亮 非常漂亮 小熊在6月16号的比赛当中呢 和另外一名马尼尼斯 墨西哥选手鬼丸2422多的比赛当中呢 受伤了 那么右手大拇指的骨关节折断 漂亮 那么经过会会以后 现在应该说是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应该说小熊为了备战这场 世界全球阵法赛呢 在过去一个月当中呢 聘请了菲律宾的教练 著名教练尼诺 应该说包括 应该说对他的这个备战的技术准备方面 应该做了 是比较充分的 而且指导的非常有效 那么从前一个月 和到这个月的比赛来看 就是我能够亲眼目睹的 看到他的整个技术水平 应该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同时呢 通过这种恢复 我们看到在前天 他是很放松的 他的心态很好 对 心态非常好 原来小熊打法相对单调的一点 对单调一点 尤其是在这个中进战的时候 是他的弱象 那么这次菲律宾的著名教练 对他的训练呢 主要是针对这方面的一些缺陷 来补足 而且恰恰呢 马迪内斯呢 就是在中进战 是比较厉害的 对 也是加强了这个熊掌周 脚下移动的这种速度和灵活性 对 另外加强了这种 他的这个防守 在移动过程当中的重心的这种保持 对 因为小熊呢 他的比赛 他一直比赛 重心都特别靠前 那么其实也是调整了重心之后呢 就是让他在防守的时候呢 能够脚步上变得比较灵活 对 如果重心太靠前的话 那么他容易失去重心 对 第一回合比赛 结束了 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 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 应该说熊掌周啊 在力量上 并不住下方 力量是小熊那个特点 加上他的心理素质 非常的好 当然我们天时地点和猪上的优势 现场观众的这种啊 这个正儿一龙的呐喊 对他都是一种啊 无形的激励 因为今天 因为今天 中超中的家人也组成了一个40多人的亲友团坐到我们现场 他的父母也从远离昆明大概600多公里的家乡来到了现场观看 小熊可能都并不知道他的父母就坐在这个拳台脚下观看他今天这场有可能创造奇迹的比赛 对对对对 因为他的家乡确实离昆明很遥远 他这次40多人的亲友团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来没有来过昆明的 哦 是吧 是第一次到昆明来 我们看第一回合小熊啊 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啊 攻防有序 说明他的心态保持得很好 对 他心态很平和 因为前天我跟他聊天 他其实很放松 尽管他也很渴望拿到这条世界全方的金腰弹 但是他的一种平常心确实让我感到他的这种淡定和这种坚韧是非常的令我感动的 漂亮 非常漂亮 我们右手的平勾弦 漂亮 打住了马尼茨 漂亮 这一拳打得非常清晰 漂亮 好 一个左手拳 他前摆 漂亮 前摆的左手拳打住了马尼茨右侧 因为从力量上来讲呢 这个马尼茨也是个力量性的选手 而且出阵的速度特别快 但是小熊在这点上呢 经过训练也完全不输于对手 我们看小熊在这个距离 距离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对 因为在上两场比赛当中 我也发现了这个 他的比较聪明的就是对距离的控制 对 很好地掌握了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 漂亮 有效地靠距离来控制这种节奏 漂亮 我们看小熊的右手 他拿得很高 就是保护 对 助自己的下盒 漂亮 又是一个左手拳 因为在上场比赛 和另外一个摩西哥选手 奥斯巴多尔比赛当中 在第二回合 小熊其实他的右手的大拇指就鼓得了 但是他的教练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一直忍痛 打完了十二回合一点数获胜 获得了银腰带 得到了强制挑战权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他的这种 漂亮 太漂亮 韧性是非常强的 马尼内之前打得有点乱 有点急 张马有点乱 因为小熊打得 漂亮 非常好 非常好 你乱我不乱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对手 漂亮 非常漂亮 太漂亮 太漂亮了 这一拳差一点将对手击倒 好的 又是苹果拳 漂亮 马尼内斯也是一个倒击两个不当强的选手 击中重拳以后 击中重拳以后 马上回复 又是一个后手直拳 漂亮 我们再控制节奏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控制节奏 挺好 挺好 太好了 好的 又是后手 重拳 马尼内斯我们看 打得有点乱 就是左右的轮摆 对 打法上又比较单调 出拳 好像力量开始减弱 对 脚下移动 你看 马尼内脚下移动 基本没有了 就站着打 这一回合打得非常的出色 非常漂亮 连续几次重拳 打中马尼内斯 其中有一拳 漂亮 浅接将对手击倒 漂亮 第二回合 中拳中 基本上掌握了场上的出色 控制 完全控制了 我觉得李老师 这个回合对双方的 两个牵手的心态 在天平已经有些倾斜了 发生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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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尼内斯的心态 你看这一拳 漂亮 又是紧接着 左手拳 漂亮 距离控制得非常好 好的 左手拳 对 让我们看小熊这个 这个 左手拳的衔接 衔接非常流畅 非常清晰 非常流畅 漂亮 这种转换应该说是 一个确实是一个 积极高手能够打出的一种 对 连续出拳 转换线路 和击打部位的一个拳 拳路 非常漂亮 也说明他的训练 训练很有效 非常有效 但是不能大意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 虽然我们说在前两个回合 小熊打得不错 但是对手也不可小觑 因为这位外号魔鬼的 墨西哥选手 他也有着53.8%的击倒率 对 再控制距离 双方调整一下节奏 马林内斯 他也注意到了 自己的拳法有点乱 教练肯定也给他布置了 要稳住正脚 不能晃了神 因为毕竟在客场作战 对于客场选手来说 他是有一些影响的 对 有压力的 我们看马林内斯的打法 基本没有变化 基本是左右手的摆拳 基本是这样 小熊呢 我们看前手 前手后手 他这个打法比较多 这样的话就让马林内斯 他在防守上比较被动 因为他不知道小熊的 这一拳打得非常重 所以这不留神很危险 对 小熊就是不能大意 因为墨西哥选手 特点非常的完全 非常完全 而且意志比较坚定 好的 对 这确实是一场令人叫绝的 高水平的世界级的较量 没有机会走一走 走一走 调整调整 放松一下 调整一下 呼吸 能够调整一下心态 也自己看一下情况 马林内斯好像 开始找到一点感觉了 找回一点自信了 在第二个回合 有一点确实乱了 针脚乱了方策 当然有点要崩盘那感觉 对 尤其是连续遭到两次中击之后 感觉有点快不行了 但是毕竟还是一个拳王 这种长期的职业精力和职业素养 让他不会轻易地倒下 或者轻易地放弃 对 关键是不会轻易地放弃 这非常重要 两位选手都是 前手拳在左手上 马林内斯我们看他移动 你看他基本上够着打 这说明他脚下移动不行 脚步移动比较迟缓 尽管他的身高比小熊 要略微高一点 手臂也会长一些 那么我们当时 在技术分析的时候 还说可能小熊 必须要钻进去贴身近打 要近距离地攻防战 这样的话 才能够克制住对手 但是从今天开始看的 这个马林内斯还是够着打 他也还是被小熊控制了 对对对 非常漂亮 又是一个后手拳打中了马林内斯的左下颗 这是一个非常软的部位 这样的 在这个职业拳的比赛中 裁判认定你这个回合的胜负 70%的依据是 看你是否能控制比赛 对 控制比赛意义是什么呢 你主动进攻 攻防有序 20%看你击打对手的那种效果 就重拳那种杀伤力 当然我们刚才看 小熊这两拳打的对手都有明显的反应 我们看 10%的依据是看你击打对手的次数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评分的标准来看 应该说小熊 到目前为止每个回合都获胜了 每个回合都获胜了 对 因为从技术统计上来看 我现在只能看到第一个回合 那么小熊是9比10 第二个裁判是10比10 马林内斯是10比9 第一回合打个平手 打个平手 但第二回合情况就急转之下 那么第三回合呢 现在有一点 马林内斯又找到感觉和自信了 现在我们看第四个回合 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云南卫视 为您现场直播的 WBC迷你轻量级世界全王争霸赛的 第四回合比赛 这也是我们云南卫视 2012中国全王熊朝中 征战世界全王系列赛的 一场 引人关注的全王金腰带的争霸赛 白色拳套的是墨西哥选手 马林内斯 黑色拳套的是中国拳王熊朝中 现在是第四回合 我们看啊 钻进去打 小熊的进攻的这种套路显得比对手更丰富 对 它比较多样化 更有弹性 对 多样化 好的 中方展开了对攻 好的 但是没有在比较好的一个击打部位上击中小熊 我感觉现在小熊打得还是比较放松 整个状态上呢 他比较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整个战术要求 同时呢 对对手呢 还是在距离上 还在这个击打上都能控制住 另外要对 注意防守 对 防守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大意 马林内斯的这个左右手的摆拳 虽然基本都打空了 但是一旦这个击中有效部位的话 对 很厉害 从刹刹力上来很大的 漂亮 小熊没爱不行就走一走 对 就是化解一下 化解一下 对 一定要化解一下 也不要一味的强攻 对 因为对方比分落后 他打得比较急 是 在前一二回合 马林内斯呢 有一点不太适应 好 这个要注意 现在马林内斯逐渐找到感觉了 小熊就更加要注意 对 因为这是 确实是一场恶战 双方的实力相当 而且准备的也非常的充分 马林内斯我们看他左右手的摆拳 其实他能够击中小熊头部的并不多 主要是在两侧 这样的话呢 小熊也便于保护 这个是有推人的动作了 有推人动作 马林内斯我们看啊 马林内斯打小熊两类 他想依靠重拳 因为两类也是既是有效部位 同时也是拳手比较薄弱的一个击打部位 对 好 打板了 还有十秒钟 好 马林内斯啊 较步啊 移动确实比较迟缓 显得不怎么灵活 所以他总是要够步手去打 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 不太容易 这个隐蔽自己的出拳的线路 刚才小熊的几次反击 都是他这个 都是利用他这个特点 反击成功的 抓空档 对 抓空档 就这种打防守反击 对于小熊来讲 事先也是我们做过布置和安排的 那么恰好呢 马林内斯他今天所表现出的缺陷 也恰下是这一点 说明赛节准备很充分 有针对性 应该说这个小熊今天的这个教练阵容啊 也是非常的豪华啊 其中有一个曾经给台森做过教练的啊 对 因为我们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职业拳击的训练和比赛当中 我们对小熊由于我们云南卫视的介入 那么也给他配备了比较好的一个团队 从他的教练到他的心理医生康复的技师 还有就是他的陪练 还有他的饮食 我们都做了很好的布置 所以应该说对于职业拳准来讲 这可能也是不多的 不多的不多的 真的要想成为一个一名世界冠军啊 世界级的拳王啊 确实需要配备这样的豪华的这个集中了各方面啊 这个这个人才的这么一个团队来帮助他 心理上 技术上 体能上 后勤保障上 资金上 就训练条件上 科研团队上 都需要有这样的准备 因为我们也在一步一步的完善 就是为了我们既能够把小熊能够真正的 把他的代表中国人的这种职业拳击水平发挥到极致 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精彩的赛事能够延续下去 推出更多的像小熊这样的励志的年轻人 职业拳台上的高手 我们也奉献给广大电视观众优秀的节目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今后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 也能够给我们给予更多的支持 我们看 从这个两个拳手出拳的速度来看 应该说小熊的速度比对方更快一些 更突然 有突然性 刚才这个是马丁内斯的教练 也是一个著名的拳击教练叫马丁雷莫伊 雷斯莫拉 漂亮 小熊就是不给他这样的距离 让他够着打 往来打反击 打赢击 小熊你看他的闪躲非常漂亮 对距离控制的非常好 在上场和奥斯瓦尔多比赛当中 也是对距离控制非常好 好的 开始反击 飘了 重心点飘了 这应该是机会啊 对 但是我们看他的职业速度非常高 很快就恢复 对对对对 好 但是有点发飘 嗯 他这个脚下的移动还是应该说 对 重心不稳了 已经重心不稳了 全是够着打 你看 打得非常轻松 你看 非常大胆 漂亮 这么近的距离 这么大 漂亮 漂亮 爽过拳 还是打空了 马尼尼斯已经有点找不着距离了 找不着距离 找不着距离了 嗯 多少 这 我觉得这个回合 小熊已经 就是完全控制这个局面了 对对对 因为马尼尼斯 这个回合快结束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这种身体的疲态 对 和这种劳累 对 我觉得一个是 感觉到心理上发生很大变化 同时呢 他的这个体力上也不好了 李老师你看啊 马尼尼斯打空了多少拳 对啊 所有时候都是 就是 找不着 有点找不着北了 有点找不着北了 加油 他那体力上要比小熊要大得多 大太多了 小熊我们看 应该打得有板有眼的 打着还是 我们看小熊镇上这个肩膀上 这个血迹啊 你看这一拳打的 如果小熊这个时候能够反击一拳 再干净一拳 再干净一拳 这肯定就KO了 对 漂亮 第六回合比赛开始了 赛程接近一半 好 再漂亮 小熊不要着急 还是要稳住 一定要贯彻这个我们赛前的意图 好 这拳注意了 漂亮 小心 我们看马尼内斯这两拳也很重 妈的 接一下 接一下 前面是给我踢断了 就是说小熊这段一直打得比他好的 关键就是他控制了场上那种节奏 漂亮 对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 第六回合很重要 你看我们刚才看到马尼内斯啊 这够子打 其实出拳就有点低了 漂亮 漂亮 那么近距离 漂亮 漂亮 我们看这个马尼内斯血流满面 漂亮 这个刺拳打得很棒 我看他教练很着急 对 小熊依然很淡定 他一如机会一样 非常好 又是一个迎击拳 越打越漂亮 对 有点出身入化的感觉了 因为小熊状态是有点渐入家境的感觉 我们看马尼内斯教练非常着急 对 这是著名的一个拳击教练 也是马尼内斯教练 叫做雷耶斯莫拉 我们看小熊进攻的这个前手啊 前直刺拳 前勾拳 前摆 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 慢慢的小熊这个打法呀 这个我感觉是越来越全面 对 越全面 就是说他进攻的线路和这个手法多样的话 让对手防守起来应该难度很大 对 他就不知道怎么来防守 而且呢 变化多端啊 是吧 漂亮 而且抓时机抓得非常好 漂亮 我们看小熊的这个前手连续的进攻啊 这种能力啊 这种能力很强 就是一般的拳手很难练到这个程度 对 好漂亮 还是抓时机打反手 好 漂亮 闪躲得非常漂亮 这主要注意不大意啊 阿丁尼斯我看好像左眼眉已经打开了 对对对对 好的 还是左四拳 中拳没有打中 还是左四拳 小心我们看出拳是特别快 特别快 特别快 好漂亮 漂亮 漂亮 马丁尼斯我看已经是左边眉顾打开了 我们看 相比之下小熊脸上还没有怎么挂伤 马尼内斯的左边的眉骨好像已经打开 这对于他后面的比赛非常不利 因为小熊击中马尼内斯都是这种狠 这非常正的部位 你看这个连续击打在他左边的眉骨上 前两个回合 刘老师让我看的话 小熊至少赢了五个回合 如果我们不客气说 赢六个回合也不为过 对 从前面几个回合的统计数据来看 基本上三个裁判判的小熊都占了优势 都占优势 对 都占优势了 比较明显 这随着比赛进行 小熊的打得是越来越放松了 越来越放松 信心越来越强了 好 漂亮 漂亮 确实打得非常好 马尼尼斯打法依然比较单调 没有改变 还是从左右两侧的打平勾拳 而且平勾拳的在击打小熊头部这个部位的拳并不多 确实马尼尼斯我们看他打法也就是这种打法了 没有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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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我们说技术 什么叫技术 这就是技术 是 我们看的确实非常过瘾 这种高抽的技术 它也是一种艺术 对 漂亮 又是一级迎击拳 对 后手的迎击拳 后手拳 一级勾拳 就这个拳都有杀伤力 漂亮 好的 漂亮 杀伤力非常强 漂亮 马尼尼斯这名选手也非常顽强 我们看他这个眉骨打开以后 带伤 非常的不利 他后面的眼 这个 在台上的这个进攻 因为 眉骨打开以后 经常会有这个血水啊流下来 对对 遮挡他的眼睛 我们看到 对 这样对他的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也影响他的视线 影响视线 他看不清 对 这个选拳没什么危险 对啊 所以 对啊 场上的职业选手呢 非常担心就自己的眉骨被打开 对 因为自己眉骨被打开 自己 整个进攻的能力和防守的能力就会下降 对对 对对 你看马尼尼斯那次我感觉出拳 现在已经没什么力量了 没什么力量 小熊打得很轻松 现在比赛是打到第六回合 好的 马尼尼斯现在基本没什么防守了 打得比较费劲 比较费劲 好的 确实展示着自己高超的训练的成果 在今天拳台上 小熊基本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看小熊的进攻 基本上看着对手打 对 他完全不在乎对手的进攻 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非常的镇定 对 就是他的感觉判断啊 就是反应都很快 非常好 就是你对手的所有军功 我都是有思想准备的 他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判 对 预判预判 好 漂亮 漂亮 我相信在今天晚上的电视机旁边 有无数的我们的全迷和电视观众 和我们体育场的上千名的现场观众一起 在关注和见证即将产生的奇迹 和改变历史进程的奇迹 刘先生 我听说咱们今天6月份 转播小熊的一场比赛呢 当时咱们的这个卫视的 在全国31个卫视中 收出了排名第十位 第十一位 第十一位 而且这个相当 非常不容易 相当可观的一个收视份额 收视力量 而且我们在之前 不是连续 并没有连续的进行比赛 所以 只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观众可能是很多是偶然看到的 就直接就不换台了 对对对 那么说明这个赛事的精彩程度 和大家对这项运动 和对我们中国拳王 走向世界 获取世界拳王金腰带 这样一种征战历程的关注和热心 因为这次来包括中央电视台 新华市 很多这个中央的媒体 包括很多地方的 这个这个媒体记者 全都汇聚到这个 对大家都非常关注 是 漂亮 因为小熊一旦获胜 他就有可能成为 中国第一个职业世界冠军 对 职业拳击的世界冠军 这对我们整个中国 职业拳击运动的 推广和走向世界 让更多的 世界拳坛 认识中国 认识中国的职业拳击 其实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对应该说 它的意义还是 意义很多啊 其中之一我认为啊 小熊是22岁 才练习拳击 对而且在之前 没有任何的这个 拳击练习 或者说比赛的经验 对基础啊 应该说 它进步是很成熟的 对 这从另外一方面 也说明这名选手 确实他的拳击天赋 是很超人的 对 就是我们中国 现在有很多 很多这个退役的啊 有过多年从事这个 专业队训练的这个队员 一旦他们转容职业的话 应该说 中国拳击的这个 这个职业拳击水平 应该说会上得非常的快 对对 这个据了解 在2016年巴西奥运会上 可能这个奥运会的职业 这个拳击比赛 可能有一些规则 或者说有一些 和职业拳击 可能会有一些融合 对 这样的话呢 也会很大的推动 我们中国职业拳击 和整个拳击运动水平的提高 对 因为从明天开始呢 国际拳连呢就已经推出了自己的APB 就是IBA Professional Boxion 它要求各个拳击学馆 要把开展职业拳击解决 所以从明天开始 应该说职业拳击 国际业拳连都看到职业拳击比赛 对 所以我们云南卫视 做这样的一个比赛 应该说是也是符合潮流 对 应该说对中国拳击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谢谢您 谢谢这个杜老师的评价 我们也是 最开始呢 只是从小熊 他的一个传奇的故事和经历 来入手的 作为一个能够感动人的 立志的小伙子 立志的中国拳王 但是后来发现 我们的这种 对职业拳击运动 让世界通过职业拳击认识我们 也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希望把这项工作 做得更加好 我们说这个 双方的这种 掌握与被掌握的局面 还没有得到改变 那么小熊依然 掌握了场中的主动 李老师 我感觉现在不是小熊赢不赢的问题 是怎么赢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方式 对 是怎么赢的问题 应该打得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我最近从2006年 我就是 第一次到昏迷 我就见过小熊 他当时刚刚出费 刚刚开始立志全机 所以您说这么多年 您也算一个见证小熊 他的职业拳击 经历的一个见证者和亲历者 您看到这样的一种 小伙子的进步 和对中国职业拳击走向世界 让世界认识中国拳击运动员的 这种历程 我觉得其实令人可叹 对对对 可惊可叹 应该说从这个 马尼里斯和这个凶状中 在WBC的这个 迷你击击级的排名上 他还高 比小熊还高一个名次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昨天我见到 这个WBC的常务副主席 亚洲 WBC的亚洲 亚洲区的主席 高威将军 他就说呢 他非常看望中国的 未来的中国拳手 成为世界 跟这个中国的前景 非常非常的好 对 就包括WBC的 世界群体理事会的主席 乔斯·苏莱曼 他也多次询问 小熊的训练情况 也很关注 这就是刚才 在前八个回合比赛当中 技术统计 这个 三位裁判 以78比74 判小熊领先 对 那么我觉得 如果说小熊保持这种状态 那么确实像刚才您所说的 是以什么方式赢的问题 而不是赢不赢的问题了 刚才就是这个WBC呢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 这个锐意改革 这个非常 锐意改革的这么一个 世界职业行业组织 他的规定在世界全方阵法赛当中呢 每次一回合 公布一次比分 向公众 向裁判公众 对 他就是能够让公众 完成透明公正的来 监督这个赛事 他的公正性 这个是在世界四辆全球中 是唯一一家的 对 那么刚才 前八个回合 三名裁判 一个是来自新奇兰的裁判 叫塔维池 来自澳大利亚裁判 麦克马汉 和来自泰国的 诺帕拉特 那么三名裁判的判 是78比74 小熊获胜 对 那么在前八个回合 小熊确实 非常清晰地 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我们在场的所有观众 也能够有目共睹 看到这一点 对 78比 78分这个概念就是 在八个回合当中呢 小熊 三位裁判认定 小熊赢了六个回合 对 这个随着比赛的进行 那么形势 虽然我们看不出 有一边倒 但是呢 在场上这种 控制场上局面 和攻防积极上 那么小熊确实 毫不逊色 其实应该说 小熊用完全掌控这个局面 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我觉得这个 这话不为过 为了使这场比赛 更具有 三位几名裁判 没有一个中方的 没有一个中方的 就是为了他的公正性 对 没有中国的 没有墨西哥的 完全是中立的裁判 对 我们台下还有12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 WBC的认证的裁判 在监督这场比赛 对 所以我们的平门裁判 有三位 那么台上有一名裁判 布鲁斯 那么台下还有12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裁判 在监督和认证这场比赛的公正性 马蒂尼斯 我们看受伤不清 整个左边的眉骨都打开了 已经连续处理了好几次 马蒂尼斯 现在就是为尊严和荣誉而战了 应该说 只能是为尊严和荣誉的 其实从他目前的表现 体能和技术上 确实没有 技术表现也没有小熊的 那么全面那么好 你看小熊刚才这个 后之前脚下移动 马上 非常的迅速 对 漂亮 因为马蒂尼斯 也是以触拳速度快而著称的 技术好 触拳速度快 但是在今天 我们面对小熊这样的一个 技术型的选手 比较全面的选手 他的这两个侧点 发挥的并不充分 对 应过了八个之后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一阵的凭分情况 三位谈判的打分分别 是77对76 78对74 78对74 我们的小熊 赛斯林阻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按照这个世界职业全完整发赛的这个规则来说呢 在12个回合比赛当中呢 一方选手赢了7个回合 基本上就没有悬念了 就最终比方100 你赢了7个回合 你肯定就获胜了嘛 对如果说后面如果没有被KO的情况 对对对 基本上就没有悬念了 对对对 尽管如此这么说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 对 那么体育赛事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不可预知性 所以我们还是在拭目以待 屏住呼吸来观看 最后的这几个回合的比赛 看看小熊是怎么能够灵力尽致的发挥他自己的基础测点 我想小熊啊 只要不大意 对 应该说啊 这个比赛的掌控局面应该是 应该是继续下去的 对 对 布鲁斯也要 深厚的掌握这个局面 看双方运动员 尤其是这个曼尼尼斯受伤比较厉害 对对 还能不能继续进行比赛 因为确实我们还是职业全赛 还是要保证运动员的安全为第一 昨天在这个冲冲仪式结束之后呢 WBC的副主席应该说 召集了所有参赛选手的教练经纪人 包括推广人 开了一个技术规则协调会 对来明确明确明确今天的比赛 对 这个很重要 好的 小熊要注意 刚才这个左勾拳打中了 尽管不中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心态可以放松 但是在技术上不能放松 我们看小熊身上的肌肉 这个棱角 应该比马尼尼斯还显得更漂亮 对 很清晰 很漂亮 小熊还很有挑衅的来让他击打自己 说明他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 这是一种心态和霸气的一种流露和展示 对 敢于表现这种自信 敢于表现自己的这种 这种破绽 我故意给你看 我就放开了 对对对 我放开给你打 你往前往前 我能控制你 对 如果没有这种自信 是不敢做出这样的动作 是不敢的 因为小熊打的迷你近年 你是直阅前进比较 17个级别 他们体中最轻的一个级别 你宋世明 比我们的奥运冠军 宋世明还轻一点 对 所以小熊叫小泰森 这个外号 应该说 还是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对 哇 这把熊这边打得不错 我们看小熊 他的这个防护动作 让我想起了 著名的世界拳王 乔治河尔曼 乔治河尔曼 他的整个防守动作 就是这样的一种 跌臂 对 跌臂 踢得非常紧 而且非常的灵活 漂亮 非常漂亮 第十个游战比赛结束 这段时候我觉得 小熊像创造中国拳机的历史 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近了 对 我们大家再等八分钟 我们就有可能见证 小熊创造中国职业拳机的历史 让世界拳坛 重新审视和关注中国的职业拳机 其实这场比赛 会有很多需要总结的东西 会有很多的启示 对 因为小熊作为一个穷孩子 从每天的训练 就吃一碗清水挂面 到现在能够站在世界最高的 职业拳坛的竞技场上 这种历程 其实我觉得应该 让我们 每个从事这种职业运动员 都要去深思的 对 谁说中国人在决 世界决筹 那不行 是吧 小熊就要证明 证明这种志气 证明这种技术 证明这种走向世界的自信和决心 这推的 这要判 看布鲁斯 没有判 有推人的动作 对 布鲁斯是一位非常有经验 这个 直裁过很多场世界全王阵八战 这位经验非常奉取的 这位裁判 大家可能不相信 布鲁斯已经是 这个七十高龄 在制裁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 漂亮 好的 非常漂亮 小熊体力的充沛 我们在第十一回合 感觉到 打到现在 就和打前面的第二回合一样 四号没有疲劳之态 是是是 刘老师 我觉得上一场 今天六月份 小熊终于 另外墨西哥全球那场比赛 第二回合 右手的五指受伤形象 对 打满十二回合 对 那个经历应该是对小熊 今天的比赛 我没有伤 我的伤 是吧 对 我在那种情况下 我都可以取伤 对他的自信心 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漂亮 非常漂亮 连续了两次 直拳 次拳 打住马尼利斯 又是后手重拳 又是一手重拳 这是一只 这是一只 非常骨折 恢复了的右手 重拳 漂亮 哇 这是我看小熊打的 最漂亮的 有点出神入化了 因为那天到 那个训练馆 那个俱乐部训练的 那个场地 我看那个菲律宾教练 尼诺给他训练从跳 实际上从他准备活动 从大陆一个 打这个手把 这个 确实提高了一个档次 提高了一个档次 确实 所以我们 中国职业拳击走向世界 一定要和国际接管 对 要用世界最好的 教练员 最好的拳击手 来训练 来知道我们的拳手 对 这样我们就和世界的 最高水平 又迈进了一步 对 最终才能够站在 真正的最高的 世界职业拳击的水平 起跑线上 对 可以缩短我们 和世界高水平的距离 对 漂亮 这是一种快捷的方式 马尼尼斯也非常顽强 漂亮 还是左四拳 马尼尼斯 漂亮 地上勾不着 勾不到 勾不到 这是从一开始 马尼尼斯就没 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没有 没有 好 后手重拳 后手 马尼尼斯又是摇摇晃晃了 再一次重心不稳 第十一回合比赛结束了 观众朋友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回合 最后的三分钟来减证 这个奇迹即将产生 我们看小熊非常大胆 对 这是推人了 他推了小熊一把 马尼尼斯显然比小熊慢摆拍 它的反应 它的速度 这种重拳 我们看四拳连续的 打出的重拳 而且四拳转换的非常快 确实这次 那天我和小熊的 那个菲律宾教练尼诺 我问了 这段时间一转 重点抓了它什么 他说它脚下 它一个平衡 一个移动的速度 进攻的这个 左右手拳的这种衔接 应该说这才 比较好的体验出来了 是 朋友们 第二分钟 最后的这分钟 还有最后三分钟 让我们加油 做什么面积呢 这就是ABC Fallway Championship Fallway Championship 好的 马帝尼斯也非常顽强 非常顽强 我们看这个 马丁教练也非常的着急 因为这个结果 应该说不难预料 从这个职业成绩这个水平来讲 墨西哥和中国唱女 她是世界全球唱者 对 她的群众技术非常好 而且她的战胜的拳王也非常多 她的拳王拳手的技术水平 应该说总体的都非常好 整体水平 所以我们更希望今后 小熊不是一枝独秀 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满圆春色 对 小熊没有任何花售动作 一直非常 兢兢业业的 认认真真的 打到最后一分钟 打得很沉稳 有板有眼的 说明准备的非常充分 心理上的 技术上的 体能上的 战术上的 刚才第十一回合 三个平门裁判 评促的又是十比九 十比九 十比九 第十一回合 三个平门裁判都是十比九 第十 第十一回合 都是十比九 小熊的获胜 基本上已无权力 对 无权力 好 最后一击 非常漂亮 马尼内斯确实我们看 左半边脸已经是完全满脸流血 受伤非常厉害 受伤非常厉害 但是非常顽强 这名选手也确确实实 也是一个很顽强的 也是一个真正的拳王 他这个魔鬼的这个拳王 也不是白来的 对 也不是白来 能够战胜魔鬼的人 我们说他是不是就是战神呢 对 时间已经不短了 压缩给打下来了 对 压缩 马尼内斯压缩被击出了 被击飞了 这说明马尼内斯整个身体已经松懈了 松懈了 看最后的时刻 一个是全手的大口呼吸 对 气息调整不好 一个就是整个松弛了 好 比赛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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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这场比赛 尽管我们的裁判 还没有高高的举起小熊的手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 这场比赛 完胜 完胜的 中国职业拳击 真正走向了世界 中国拳王小熊 真正成为了世界拳王 让我们祝福他吧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激动 又感觉到很 很欣慰 我们在现场 能够见证和亲历这场 诞生中国世界拳王的 一场比赛 对 三位裁判的最后 赛架 迈克马汉 116比114 迈克马汉 116比114 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裁判 118比101 118比101 这是来自 金奇兰的卡维池 116比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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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 完胜 让我们高高的举起 中国拳王小熊曾经受过伤 打过骨折 最终靠这只手 负责世界拳王的右臂 让我们祝福他 也让我们祝福中国拳击 我觉得今天这个裁判打的分是非常的 非常的公平 特观 因为每一个回合 评分裁判都把 三个裁判的分数 评分 向媒体公布 向现场的观众来公布 就是两个116比116 判小熊得了116分 就是认为他上了半个回合 十二回合比 他上了半个回合 那已经是非常强势了 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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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比较大的优势了 对 就每个先生都有自己表现的方式 自己特定的一些动作 对 哇 这是响当当的 响当当的 这是一点不是浪德虚名 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 拼斗 勇气 智慧 血汗 换来的 我走入前期这条道路 梦想就是拿到这个世界关键 但是我拿到 一旦拿到世界关键 还要未免未免 再拿这个其他组织的世界关键 一定要打下去 拿到其他组织的 也是 拿到其他组织的世界关键 WBA IBF WBA 全部世界关键 都是我的梦想 我一定要拿到所有世界关键的尖叫带 好的 他还要继续解决 大家说他能不能做到 对 他就是要培养一名 好 让我们祝福小熊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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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